我们已经在很多视频中分析了 某个场合中的电场和电视 以及电荷的势能 大家看看有什么发生 给定电视 当允许电荷移动时会发生什么呢 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更有趣 因为大家将了解 现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假设我有个原电压 想想我应该怎么画它 我要像这样画它 这是我的原电压 常称为电池 这是正极 这是负极 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一个全新的视频 我要让大家最终明白 电池是怎么工作的 但假设不管电 好的实际上我稍微解释一下 不管从电池一端流向 另一端的电流是多少 电压值都是常数 这是个抽象的事 因为我们学过电容 并且在另一端 会学到关于电容的事 我们已知的关于电容的事 是如果电容一端的电荷减少 电容总电压叫电荷减少 但电池是个神奇的东西 我想电池是VOLTA发明 这就是为什么称 所有东西为服务 和电压什么的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 当一端的电荷流向 另一端时 两端之间实际的电压 或说电视 是不变的 这是电池的奇妙之处 假设我们有神奇的 或许大家的计算 或手机中有电 看看当我允许电荷 从一端流向另一端时 会发生什么 假设我有个很好的导体 假设这是个完美的导体 通常把它的比我图更 不在做这个视频前 我没有喝酒 我刚画了什么 用某种方式连接了电池的 正极和负极 我给大家展示 电气工程师和电工等等 一些人使用的常见的 示意图符号 这是什么 这些线是电线 我在这里画成直角 是特别理 这么画仅仅是为了整洁 这些直角 假设这条电线是理想的导体 电荷可以没有阻碍的自由流动 这个东西 这段折线 这是个电阻 这实际上会阻碍电荷移动 它会尽可能快地 阻碍电荷移动 然后当然这里 这是个理想的导体 现在电荷将沿着哪个方向运动 我想我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在电路中 实际上是电子在流动 电子是真实运动的小粒子 在原子核周围快速运动 实际上是电子具有这种流动性 是其在导体中移动 实际运动的对象 如果大家称电荷移动为一种 和电工等等不管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他们规定 我想这让大家不好理解了 我们规定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 电流的方向通常是这样的 电流用I表示 什么是电流 电流等 实际上在我告诉大家 什么是电流 记住 尽管大家说电流 大多数课本这么写 如果大家 电气工程师 大家常会说 从正极流向负极 实际运动的物体 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 不是又大又重的质子和原子核 沿着这个方向运动 一旦大家比较 电子和质子的大小 大家会 这是多么疯狂 这是电子 这些小的超高速粒子 他们从负极出发 沿这条路 通过导体 所以大家可以把电流看成 缺乏电子 朝这个方向 我不想让大家感到疑惑 总之 记住 这是个规定 但事实或多或少 和规定相反 这个电阻是什么 当电流流动时 我想讲解的 越贴近现实越好 这样大家会形象地理解 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电子流动时 有这些小的电子 它们在这根导线中流动 我们假设 因为某些原因 这根导线很神奇地 让电子不会碰到 导线中的任何一次 或其他 但当电子到达电子 这是电子撞击障碍物 它们开始撞击 材料中的其他电子 这是这个电子 流动的电子 开始撞击材料中的 其他电子 撞击材料中的 原子和分子 在这个过程中 电子在减速对吗 电子撞击障碍物 本质上撞击的障碍物越多 或给电子流动的 空隙越少 电子在材料中 减速的更多 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 材料越长 只是增加了电子撞击障碍物的 几率 这称为电阻器 它提供电阻 决定电流流动的速度 所以电流 尽管是电流从 正极流向 电流实际上是 每秒流过的电荷数 我们可以写下 我知道我这样说 有点不好理解 但我想 能理解我说的话 电荷是流动的电荷 所以每秒改变的电荷数 或单位时间内的改变量 对吗 大家思考的方式 可以是 什么是电压 电压是电流 想要流动的程度 如果这两个极之间 有很高的电压差 电子在这 这些电子非常想要到达这 对吗 如果电压更高 这些到达将更想到达 在大家明白 电压是 电视差前 它们实际上可以 电动式 我们现在已知的是 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力 电视 它会 我们可以将它看成电力 这实际上是人们曾经对电压的叫法 电子压力 电子有多想从这里移到这里呢 一旦我给电子穿过这个电路的路径 电子将会运动 它们开始运动 我们假设 电线没有阻力 它们想运动多快 就有多快 当它们到达这个电阻时 它们开始撞击障碍物 这限制了电子运动的速度 大家可以假设 如果这个物体 是电子运动的速度 决定因素 不管之后电子能运动的多快 这是个瓶颈 尽管电子在这里可以运动的很快 它们必须在这减速 它们可以运动的非常快 这里电子的运行速度 不能比电子通过这里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电子运动慢了 这里的电流就小了 电流实际上是 电荷运动的速度对吗 如果这里的电流小了 这里的电流大 这就会造成 当所有的电流 等着通过这里时 在这儿有电荷的积累 我们知道实际上 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即所有电子 以确切相同的速度 通过 我讲的和参考方向相反 因为才是说正电荷 沿这个方向 但我想让大家能够直观地了解 电路中发生了什么 我想一旦理解了这个 一旦问题变得更复杂 大家不会 畏缩 我们知道的是 这称为欧姆定律 我们知道实际上电流 是与施加在电路上的电压 成正比的 我们知道电压 我们可以换种方法看待它 电压与电路中的 乘比例 所以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 或者大家可以说 电压除以 等于电流 这称为欧姆定律 不管是不是处于常温中 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再深入讲解一下 我们将知道 如果电阻的温度升高 那么它内部的粒子和分子运动 更剧烈 它们有更高的动能 那么电子撞击它们的可能性 将更高 实际上电阻随温度升高 如果我们假设 给定的物体处于恒温中 我们以后会知道 不同的材料 有不同的电阻率 但对于给定的材料 处于恒温中 构造给定了 电阻上的电压 除以电阻等于 流过材料的电流 材料的电阻 以欧姆来衡量 用希腊的 欧姆格 给出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这是个16V的电池 这里的电视差是什么 16V在正极和负极之间 这是16V的电池 假设这个电阻是 欧姆格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我继续与规定方向相反来思考 回到规定中来 电流中流过的电流是多少 这很简单 这是欧姆定律 V等于 I R 电压是16V 等于电流乘以电阻乘以 Omega 所以电流等于 16V除以 也就是2 也就是2 电流是2A 有时候它们称为A 这是电流的单位 如大家所知 电流是单位时间通过的电荷量 所以A等于2库轮每秒 对吗 我已经花了11又1分钟 就说到这儿吧 现在大家知道基本的欧姆定 或许对电路中发生了什么 有点直观的了解 下次视频再见